叮叮哈喽 哈喽大家好我是空文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支视频呢是一支久违的购物分享 也是之前在爱文品视频里面说过的 会做一个近期购物分享的总结 然后就是我今天的这个妆可能画得有点点浓 本来是想画一个那种偏泰式 然后有一点点清欧美的妆容 然后就画成我脸上现在这个样子 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妆适不适合我 还是那种比较日常通勤 然后清淡一点的妆比较适合我 然后我还很小心机的在这点了一颗痣 就是模仿炫耀的痣的感觉 我刚才问二哥像不像 他说一点都不像 那如果你感兴趣今天这支视频 想看一下我近期购入了什么产品 就继续看下去吧 好了 先说今天第一件 也是唯一一件彩妆产品 就是这个 是我近期又新买了一支欧莱雅的这一个唇釉 色号是304 也是我现在嘴巴上涂的这个颜色 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的好看的 它是有一点点焦糖南瓜橘的颜色 总体是比较偏橘调多一些些 但是如果厚擦的话就会更加的偏南瓜色系多一些 就会更偏红一点点 小小笔的这个湿吻唇 其实之前已经出现在我的上一支购物分享里面了 当时我是只买了两个色号 我记得是302和310 然后310我非常非常喜欢 是一个很复古的那种玫瑰红色 然后我现在嘴巴上呢是薄擦一层的效果 因为想给大家看一下它厚涂的效果 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叠擦一层 现在我嘴唇上呢就是厚涂两层的效果 然后几乎已经是完全拿到饱和了 它是可以遮盖住唇色的 然后呢这个唇釉的质地是一个比较偏黏的质地 它的亮泽度很好 上嘴以后稍微静置是会沉膜的 因为它比较黏嘛 所以它也比较容易沾染 就比如说喝水呀 吃完东西以后还是需要补的 但因为它的妆效以及各方面来说 我觉得都蛮漂亮的 我是很喜欢啦 然后这也算我近期买的比较常用的一支唇膏之一 好了再来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几件首饰 首先需要声明的就是 这个并不是我自己付费购买的 是品牌方寄给我的PR公关礼物 品牌名称呢是Anna Luisa 它是一个base在纽约的首饰设计师品牌 在他们官网挑选了三款我比较喜欢的饰品 然后呢寄给我 第一个呢是我现在带的这一条项链 是一个很细的这种金色的小项链 可以单独带 也可以用来挂其他的吊坠啊或者是用来叠搭 我觉得都很好看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气质 有一点点那种小几何元素的款式 他们绝大部分饰品呢都是使用的14K电镀金 以及可再生的唇银材质来做的 然后我自己收到以后 我觉得质量方面还是蛮好的 而且很精致 风格呢走的也是一些比较偏极简 就简约款 然后比较classic 比较耐看的风格 包装呢都是这种比较简单 比较环保的包装 这样的绒布袋 我看了一下他们这个品牌的个人简介 感觉是一个比较坚持可再生 然后环境友好的这样一个品牌理念 价格呢大部分都是从39美金开始 然后也会有一些比较 high-end high-quality的jewelry 我手上这根比较偏粗的项链 我当然在网上看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因为今年还是挺流行 那种比较夸张的有点精炼 但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是一个扁的 它不是那种就是太有立体感 如果我戴那种很明显的那种精炼 在我身上就感觉有点财大气粗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这个的设计是这种扁皮呢 然后我觉得当时看来挺好看的 光面的金色 中间它会有个小耙牌 然后这边是光面 翻过来以后 这边会有一个英文的小刻字 叫BU 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看来那这个呢就是 这一根比较偏粗的项链 戴上的效果 戴的比较短 就有点像choker的感觉 还有一个是我选的这个手链 我觉得超好看的 好想给你们分享 我还蛮喜欢这种比较偏细的手链 没有非常复杂的设计 它就只有一个这个 像是两个小环形 把它们环环相扣的 很简单大方的款式 因为它有亮泽度嘛 所以不管你是穿长袖子 或者毛衣 有点点若隐若现的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手势风格 好了 再来呢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一些洗护产品了 先来说洗手液好了 我发现我就是隔离在家 洗手液真的是一个消耗品 我感觉今年 自从我和阮哥回悉尼来上学以后 家里洗手液真的是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耗 EcoStore这个品牌的 一个玫瑰洗手液 然后我是在悉尼的超市 就Woooster可以买到 它是一个新西兰的有机品牌 主打的就是一个 比较健康的成分 没有很多过多的添加剂 这款是宝宝也可以一起使用的 玫瑰味 其实我觉得它真的不是特别浓的味道 就不像有些品牌的洗手液 其实香精味感觉会比较重 就包括有一些可能是 以杀菌效果为主的洗手液 它们那些香精味也比较重 这个就还好 闻起来就是有一点点草本 然后加一点点花香的味道 偏向于胶状者离的感觉 起泡力适中 包装什么的都非常好看 这个牌子还做洗衣 就是衣物护理比较多吧 但我之前都没有用过 感兴趣这个牌子 然后比较喜欢这种比较偏天然有机的品牌的话 可以去试一试 我再来就是最近买了好多ESOOP的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节目桌 先说洗手液好了 我最近就买了这个 它叫做reverent aromatic hand wash 其实这个是另外一瓶 就之前我有给大家介绍过 我买过它们的另外一个洗手液 ESOOP总共只有两款洗手液 然后主要区别除了香型以外 比较着重的就是有一个是带磨砂 有一个是没有磨砂的 之前已经跟大家介绍过的这一款 它是不带磨砂的 然后它叫做resurrection 空瓶了 所以呢我们最近就买了一个 这个带磨砂的洗手液 叫做尊上芳香 主要成分是有佛手干 苦橙液 以及盐兰草根 三个成分 所以它闻起来 其实第一下 吞咬而出的是 有一点点苦涩的那种 橙子皮的味道 再仔细闻呢 会有一些些的那种 草本的香味 就有点跟进的那种植物感的香味 然后它这个带的磨砂颗粒 是属于适中 是有存在度的 所以在你洗手的时候 是可以帮助你按摩手部 并且去除一些废旧的角质 洗完以后 手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滑滑的 这个我用下来 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再来就是买了一个 ESOOP这一个 玫瑰味道的沐浴露 主要是有三个成分 一个是玫瑰花瓣 还有一个是豆蔻 以及黑胡椒 所以这个味道 并不是像一个 传统意义上的 花香型的沐浴露 它会比较偏中性一些 我觉得是 男女生都是可以使用的 还有之后 我发现ESOOP的沐浴露 和洗发水 它们的起泡力 都属于中的偏弱一些些 再来呢 想介绍的就是这个 这个是它们的 Equalizing Shampoo 就是一个比较偏向于 平衡去油的洗发水 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它唯一一个缺点 对于我来说 应该也不算缺点 就是优缺并存 就是它的起泡量 不是特别多 所以我每次就是 很着急想洗头 洗到它快速起泡 帮我清洁的时候 我就会用一泵半到两泵 就是这一点 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费 但是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因为我觉得 它不是到那么起泡 所以它比较容易冲洗 不会说要冲很久 或者就洗不干净 那种感觉 黑素的洗发水 昨梦是有五款 我记得应该是五款 那我手上这一款 Equalizing Shampoo呢 它主要成分是有 油加利液和茴香果 然后味道闻起来 我觉得是那种 安树的气味 就是这个味道 不是到那么那么的 能被人接受 就如果你不太排斥 这种比较偏辛辣的味道的话 我觉得是OK 但如果你非常喜欢那种 清新感花香调 不太喜欢这种比较偏辛辣 然后比较偏木质调的感觉的话 你应该会不喜欢这个味道 就还是要闻一下 然后再来 就因为它的中文名 好像叫做平衡调理洗发润 所以它主要的效果 会比较针对于 比较容易出油的 发质来使用 这一款我觉得用下来 它洗完以后 头发吹干 不会觉得头皮有那种 非常就是清洁的 很猛烈的那种紧绷感 就是头皮 还是处于一个 比较舒适的状态的 所以这点我还是挺喜欢的 好 然后就是两个这个比较迷你的 有一个是我自己买的 是他们的身体护理新出的 一个味道 叫做Citrus Melage Body Cleanser 这个超迷你的 是他们的这个 铜香型的身体乳霜 是当时贵姐送给我的 超级可爱 这个香型是他们身体护理 新出的香型 叫做沉香系列 因为大家知道 我真的非常喜欢 柑橘调的味道 所以当时他们新出 然后贵姐就介绍我说 你可以试试看 那这款橙香沐浴露呢 使用起来就是一个 比较干净的橘子皮 那种香味 然后比较温暖 然后也很治愈疗愈 之后这瓶玫瑰的沐浴露用完 我会考虑回购这个的正装 这个旅行装还挺可爱的 就比较适合出门鞋带 它是100毫升的 另外这个是当时Cels 送我的这个bodybond的 迷你就是大的sample 然后这个我非常喜欢 就是我之前推荐过的 伊苏它们的绿管 天竹葵系列的身体乳霜 是低偏厚重一些的 那他们新出的这个橙香味道呢 就是一个比较润滑 然后很好吸收 会比天竹葵那款吸收的快很多 不会有过于的粘腻感和负重感 就这个的实用感受 我觉得跟天竹葵那款相比 会更加好被大众接受 所以呢这个就是剩下的两件 然后近期在A所路售的身体护理的产品 再来我们来说一个是我最近买的 但我觉得用下来好像没有什么很明显效果的东西吧 它是刘海湿巾 就我发现我就很喜欢去搞一些这种 七七八的东西 就想试试它有没有用 抽取式的湿巾 比如说你刘海有点油 其实我刘海现在真的没有油 它就是这种空气刘海的加上 因为我家的灯光在顶上 所以看起来有点光泽度 但它现在是蓬松的好吗 我就给大家假想的示范一下啊 就你取出来以后呢 把它夹在你的刘海上面和下面 然后稍微去擦一擦它的根部 小梳子然后就梳一梳 就等它自然的干 它会有一定的去油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太绝对了 因为我有测试过 如果头发非常油和一般油 那一般油的时候用它是会有效果的 可是如果你头发真的很油 都已经贴住了的话 那还是洗头吧 或者就是洗刘海 这个就有一点点鸡肋 但我能设想到的场合 就是比如说你跟朋友出去吃烤肉啊 吃火锅这种比较热 然后又是跟我一样 就比如这种空气刘海 那你可能可以带一包这个 但我觉得又太占位置了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用下来 没有到那么喜欢 就没有到那么的推荐 也有可能是我使用方法没有用对 就如果有小朋友用过这款的话 欢迎大家告诉我 如果我用错了的话 然后它香味有两个 我买的这个是蓝色的 蓝色的这个是那种婴儿的洗衣的香味 还有一个我记得是粉色包装 那个是花香型的 这个呢是近期买的一个伊利斯尔的喷雾 这个是我之前看小红书上 被种草的水油分离的这种喷雾 它上面大概这么多吧 是油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然后下面是水 所以你使用的时候呢 最好是把它先摇匀一下 然后再喷 这个东西我记得我当时看网友发帖 说控油效果有定妆效果 然后喷完以后脸上会变陶瓷肌等等等等 我用下来就根本没有那种感觉 而且当时我看他们拍的图片 我以为它是一个那种玻璃的质感 就看起来漂亮嘛 包装很好看 但它其实不是哦 它是这种塑料的质感 我也没有很排斥 只有化妆品用塑料做包裁 但只是这个拿在手上就没有 当时看图片那么好看 可能就大家觉得太会拍了 再来呢说一下它效果 它自己写的就是一个 有一些亮泽感的喷雾 其实是一个保湿喷雾来的 所以我使用下来 我觉得它做妆前的保湿喷雾来喷 就是OK的 但是作为定妆喷雾 我觉得它几乎是没有什么定妆力的 并且它不会改变你的妆面效果 它就只是有一些些的润肤力和保湿效果 喷嘴的出水量是比较均匀的 但是它的喷水量有点偏小 所以这个是伊丽莎的一个保湿喷雾 妆前喷雾 最近我买一个这个 也是身体喜护了 它是Fame Fresh这个品牌 新出的一个女性 就是小妹妹醋的一个喜业 是外用喜业 就跟沐浴露一样的 它们这个品牌主要它是以一个弱酸性 平衡那个小妹妹醋的酸碱质 就是平衡丝处的酸碱质 然后比较温和 就是适合女性来使用 除了这个以外 最多人会买的是一个橘色瓶子 那个是羊肝菊 蓝色的是它们新出的就敏感剂专用的 还有一个是我之前买的是这种 就实色的白色瓶子 用下来啊 我个人认为这三款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蓝色的 因为它相对来说香精味没有到非常重 冲洗也好或者各方面也好 我觉得也比较温和 最不喜欢的是这个 这个白色的瓶子的什么百合香型 比较偏向于增香的感觉 所以这个的香味是非常的浓的 反正对我来说 我觉得它有点过香了 我们来说一下是这个 这个是最近买的一支护手霜 它是日本的这个 柚子护手霜 我记得这个是他们某一个县的特产 我要看一下 我做个笔记 这个是日本高枝县的特产 一支是有75克 我看网上还有说 他们有出一些柚子和姜的混合味道的护手霜 那我买的这个就是一个柚子的护手霜 就之前跟大家说了 因为我很喜欢柑橘调 任何柑橘调的东西 前提是它要做的好闻 属于适中吧 没有到非常的薄 也蛮好推开的 这个是那种比较偏清新的 就是酸酸的柚子皮的味道 这个牌子好像还有阔香 沐浴露 其他的一些柚子味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蛮喜欢的 再来呢 就是另外一个香氛 它是一个澳洲的 炙香香氛品牌 牌子呢 叫做Black Blades 就我最近在他们官网下单了一个蜡烛 它是大豆蜡的成分 但是它是这种木质的竹心 就不是正常那种棉质的竹心 所以它在烧的时候 会有一些就是那种篝火 微微的霹雳啪啪的那种烧木头的声音 我觉得很疗愈 非常适合那种下雨天 然后你在家躺着看剧 给自己泡杯奶茶 然后点它 我买的这个味道叫做Bushwork 柑橘松树青草 以及油加粒叶组成 所以它闻起来就是那种 就像它的名字吧 Bushwork 有一点像那种雨林 红林漫步的感觉 野外徒步的时候 然后一脚踩在带着一些露水 青苔苔藓上面的那种感觉 然后包括树枝会发出那种 吱吱吱的响声 就这个味道非常的有画面感 有一点点那个爱叶的味道 很巧妙 你摆在家里 就有一点感觉 虽然你人是在一个室内的空间 在一个比较封闭式的空间 但是你闻到的是来自野外 大自然的味道 所以我很喜欢 然后这个香氛品牌 其实在悉尼是有实体店的 我之前有去过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扩箱 拿给大家看 那它们扩箱是长这个样子的 当时在店里我知道的是 它们会有一个客字的服务 只有在官网才可以 是需要预定的 我的这个位置 可以选两个字母吧 不知道是因为疫情还是干嘛 官网现在就取消了 这个客字的服务了 所以我就寄过来 它就是它长这个样子 这个是有一点点偏灰感 带一点点粉色的一个皮质 然后上面是他们品牌名 下面写的是Bushwork 就这个箱形 然后盖子同样也是一个 这种皮质的黑色的盖子 我觉得这个小众香氛品牌 它好感度很高 然后它的包装各方面 包括味道香型都表在我的点上 所以我还挺喜欢的 推荐给大家 如果最近你很想要买蜡烛 然后可能也是在澳洲的小伙伴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再来就是两个护肤的产品 是来自Cicely 我买它们其实是因为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奥尔滨的渗透乳和健康水 我都用完了 所以我就想要买过一套水乳 先说这个水好了 这个水是它们的粉水清透的质地 就是非常有流动性的 上脸吸收速度很快 你可以用来做二次清洁水 擦拭皮肤 给皮肤进行一个二次清洁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它来做水膜 局部的湿肤都是OK的 不含酒精的 然后比较适合的是 干性及敏感肌来使用 然后主要效果就刚刚跟大家介绍 它有二次清洁 然后细致毛孔 包括有一定的补水保湿 维持肌肤的一个平衡稳定 就维持水油平衡的感觉 但我这个用下来 我就觉得就真的很普通 平衡水油的能力 没有神仙水强 去闭口的效果 又没有代科的紫苏水明显 然后呢 它的镇静 就是维持皮肤稳定 去消红肿痘痘那种感觉 又没有奥尔滨的健康水效果好 所以就我真的不知道 我买它干嘛 但我还是有坚持在使用 还是会持续使用 把它给用完 就目前来说 在我脸上整个表现状态 我觉得就还好 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二次清洁水 还有我最不喜欢它的一点 就是它真的太香了 脂粉香 目前我使用下来 我没有到非常喜欢 好 另外一个要吐槽就是这个 如果你很喜欢这一款产品 如果我说了它不好 心情中不要不开心 每个人可能不同肤质用下来 效果都不一样 我只是单纯 阐述我个人使用下来的感受 这款全能乳液应该是他们最著名的 一个产品之一吧 就他们的主打产品 质地是比较偏薄一些的 然后是有一定流动性的 我一般使用方法是用棉片 给全脸进行一个擦拭的动作 不要就拉着皮肤 然后把它擦好以后呢 再稍微轻拍促进皮肤的吸收 最明显的感受就是 它没有那么好吸收 它上脸以后会给你形成一个 有一点点像很薄的一层油膜感 这个油膜感不是到非常舒服的油膜感 如果你的肤质是比较偏油性肌肤 我觉得你可能会觉得它有点过于的滋润了 就在油性肌肤上面来使用 所以在我脸上我认为对于混干皮来说 它还是有一点点的负担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目前的皮肤年龄 就还是处于一个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阶段 所以我没有到很喜欢它 我觉得可能就比较适合干皮混干皮 然后是一个熟灵肌来使用它 可能会效果会比在我脸上效果更好 说了我都渴了 喝一个饮料 这个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桃子汁饮料 它是三德利这个牌子的 我之后会出一期就是最近我爱吃的零食分享 跟大家看 如果大家感兴趣记得 到时候来看我的四瓶哦 很香甜的桃子汁的味道 好了再来就是这只购物分享视频的最后 两个产品是这个 这个呢是佐马龙今年的 The Blunzer系列的两瓶淡香水 也是出现在我之前的爱物品视频 当时是比较着急 因为它们是限定嘛 我就很怕如果不太好买 所以在上一支爱物品视频里面 就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没有看过那一支爱物品视频 我们现在来仔细地讨论一下它 一个呢是它们的雪柚 还有一个是荷欢花 荷欢花这一个是复刻 是早期它们就已经出过的香型 只不过是现在换了一个包装 然后重新再生产了 黄色的是雪柚 前调是柚子 中调是有鼠尾草 后调呢是冷山香脂 光从前中后调来听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层次感的香型 但是这两瓶香水都是Clone 它是古龙水 持香力其实大概都是在 一到二小时左右 因为古龙水的香精度 是只有在2%到5% 所以它们的持香度是没有到那么长 是需要后续去补的 虽然它持香短 但它还是有做到香型的层次感 刚开始喷出来呢 它是一个苦涩的柚子皮的味道 但是这个柚子皮的味道持续时间很短 虽然叫雪柚 但它的柚子香味没有到那么久 我觉得更着重于在雪这个名字 应该就是雪松 松木香山那种味道 所以停留一会转到中调 一个鼠尾草香之后 它会慢慢的越来越清冷 越来越偏木质调 到厚调的时候 其实已经闻不到任何的柚子的味道了 就是一个非常稳的那种木质调的味道 觉得男生也是可以喷的 没有那么局限于性别的感觉 那另外这款荷花花呢 都叫它展南香嘛 就让我流连忘返 前调呢是白胡椒 中调是荷花花 后调是苔藓 刚喷出来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白胡椒的香味是比较偏暖暖的 有点小俏皮 有点可爱的 不太有冲击力 不会说给你一下就觉得这个很有距离感 再来呢 中调的荷花花会占的比重比较大 也比较久 淡淡的那种花香的味道 荷花花嘛 就给我感觉很像是那种18岁种下夜晚 穿着一个白裙子女生身上的味道 就是很干净 但是又不是那种很简单的造脚香 所以呢 这就是这两瓶做到了我们今年的限定香水 如果你喜欢这两种香型或者香味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受的了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这支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给这支视频点个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希望这支购物分享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参考的帮助 那我们接下来这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